大家好,我是Lan哥,又是美丽新香港股市速递的时间 现在香港时间下午4点10分,恒生指数差不多跌了2200点 而上证指数反而升了8几点 而恒生指数的成交已经是6200多亿,又创新高 上证已经破了3万多亿 昨天大陆出了消息,说现在习近平会有一个温家保释放水 6万亿,本来市场上已经知道这些消息了 想着今天一开始,A股好,或者港股好,一定是大升 A股真的有升,但港股背道而迟,竟然好消息之下被出货 所以就有今天这个标题,港股急跌2200点,是否已经玩完呢? 如果大家想知道,就不要错过今集的内容了 在未开始之前,如果大家还未订阅的,请按赞订阅 请赞订阅分享给朋友,如果有时间的话,请按赞订阅 多谢大家支持! 我们要回答港股是否玩完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一定要看看,这段时间的港股的升市 究竟有什么大动 很明显是由A股大动 因为A股升,而港股亦是会升的 好了,但为什么今天A股升,而港股就不跌呢? 今天大家要看看,究竟是什么人参与了A股和港股市场 A股的市场很明显,一定是大陆或者大陆的企业多 那外资有没有?外资也有的,不过就不太多了 但是港股如何? 港股反而外资的比例就很高 加上一些散户,也加上一些其他基金的操作 所以其实香港的市场是比大陆的市场成熟的 成熟的意思就是参与者的组织比较多 好了,由开始升到现在的时候 已经升了几千点了 有几千点的时候,是不是有些人在这个时刻汇获利呢? 这个一定是汇获利,尤其是很多散户 好像上星期已经有声音说出来 人家的外资入市,散户在沽货 是吧? 也有一些人也会趁一些好消息 譬如昨天的华放6万亿入这个故事 一定是好消息,是不是? 也有很多人趁这个好消息出货 哪些股份以前最流行用这一招的呢? 就是这些老千股 老千股就一直这样铺牌着 慢慢升,慢慢升,接着急升 接着如何?出个好消息 好消息如何?各个散户就会抢货 那老千股就会出货 换句话说 现在香港的股票形态 似不似老千股的形态呢? 其实是似的 我们要调定什么为老千股 老千股和普通的正规股 特质又不同 老千股通常没有什么盈利 很多时候亏损 一些普通的蓝筹,譬如汇丰 大家会知道 它有悠久的历史 悠久的派息历史 业绩能支持到股价 老千股反过来 就支持不到股价 好了,为什么我说 今次整个港股 像一个老千股呢? 其实港股去年的质素 和今年的质素 有没有改变? 其实没有改变 反而怎样? 公司仍然赚少了钱 你看看新世界吧? 去年仍然是有盈利的 但今年是200亿 我们见到很多公司 在2023年或2022年 仍然有盈利的时候 去到2024年一出业绩 很多公司都是凝转规 凝转规来说 是不是股市应该要下跌? 就不像现在要上升 好了 香港股市上升的原因 一定是人迷省因素 因为亚赢人钱 不是因为股票的业绩 而支撑股市的情况之下 是人迷省 或者是一个信心 或者是一个远景 希望股市继续升上去 因为你放水 基本上就会放股市上去 大家在这些虚无缥缈的远望下 股市就升了几千点 好了 到这一刻 是不是有人觉得 先升几千点 我先获利 譬如他买了100股 他也会先获利3分1 他就先买33股 有很多人都会分批获利 而且耶放的6万亿 到了市场尾 应该到也不会到很多 应该大部分都是未到市场 这6万亿大多数都是炒A股 炒A股 对港股有什么得益呢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一个现象 最近是不是很多大陆人在开户口 你可以去中间本封就知道 整天都人头涌涌 原来就很多人在开户口 大陆人来开户口做什么 是不是开公司 有部分会是 是不是 有大部分 应该是下来炒A股 因为开户口下来炒A股 最好炒 而且 你搬出大陆的钱 你搬出到香港 是不是容易走资出去 这个一定是 是不是 你未走资之前 你便下来香港炒A股 因为你始终 你换了港币 就等于换了美金 因为他还没脱钩 所以大陆人 将一部分钱搬出到香港 应该就会炒港股 所以你见过户口一直在开户的时候 其实港股 还有很多的新力军 正在入场 即是 现在香港股票 我觉得是什么呢 即是像这个03年 即是开放了自由行 很多大人来消费 现在一样 也有很多大人来炒股 当然 大陆的大户 一早已经在炒港股 是不是呢 不要说现在 十年前 已经大户在香港炒港股 现在我说这些是什么 像中产 或者像一些散户 即是大陆的中产和散户 在香港开户口炒股票 这些大陆的中产和散户 在香港炒股票 其实他们真的不懂 这个香港股票的情况 是怎么样的 往往就是 人家在沽货的时候 他就接货 你看看 现在他们才开户口 那何时才搬出这些钱 现在打车来香港 不是那么容易 当然 蛇有蛇老 狗有狗老 是不是 他们自然有办法 搬出钱 但是都可以一定的时间 才搬出这些钱来炒 所以我觉得 因为现在的港股 也是升了一个很短的时间 他们都未就位 到他们就位的时候 可能我们要撤退的时候 因为今天在Patreon 也有观众问我 是不是跌完 是不是这个港股 玩完 其实我的看法 应该没那么快玩完 因为你升了几天 是不是一个月都不够 升了大约 我当是两个星期 我当你升了两个星期 那你一个月都不够 其实一个牛市 是不是就这样 两个星期玩完呢 应该就不会的 我相信 他怎么都捱到 这个 美国总统选举之前 他才想的 他一定是 捱到这个地方 因为你一定有一个借口 算了出来 可能对中国 要实施关税的东西 开始 因为你所有 现在 要加关税 其实美国说了很多年 是不是 现在一直都在加上 为什么 这个股市还在上升 突然间 美国又说 加关税的时候 同一个原因 股市突然间就要下跌 因为他要想的时候 一定要找一个好借口 你借口 就不用你的影响有多少 一个借口就可以了 但是是不是现在 已经是一个 找到一个借口 要跌的时间 我相信还没有 好了 大家有时候 阿兰哥 你给点码数码 其实码数码 我就不会给了 我觉得 如果你是最简单 就不要看个别股份的比例 要么就买港交所 要么就买盈富基金 或者牛红证 牛红证就简单一点 但牛红证 我经常觉得它不值 因为突然间 一个大跌一个大升 就被你杀了 或者买一些 指数追踪的ETF 又或者好像这里 我拿了一拿 这些这样的凌股症 凌股症大升大跌 现在这个凌股症 都跌了50% 很挂掌 明天升50% 后来跌50% 就是这样玩的 凌股症 还有我留意多一个现象 通常一些股票 一个大成交之后 如果它升市 将来应该升的 如果一些股票 一个大成交之后 它是下跌的 将来应该下跌的 但我观察了 这两个星期的 恒伸之数和港股 它没有这样做 它不会像以前那种技术分析 大成交伴着的升市 明天应该开一个升市 但不下跌回转 好了 如果你说今天是这样 大成交伴着一个大跌市 应该明天就开跌市 但我相信 现在就不可以这样分析 因为现在这个人迷因素 太重要 现在大家分析指数 或者股票 就不可以用股票的标准 来分析 什么是股票的标准 市值多少 价格多少 以前派息派多少 是吧 一家公司有没有钱盈利 这些完全是不可以用来分析的 现在 现在是一个人为市 你喜欢炒哪个就炒哪个 你喜欢炒得多高就多高 当然是有钱 所以我经常都担心 大陆的钱够不够 它说 拿了6万亿的温家保息 这个 托市来 托着股市 但我坦白说 大陆哪个不贪污 6万亿拿出来 实际上有多少市场呢 我想有一半 一半就贪污了 就是层层叠叠叠 那么多官员 哪个不贪污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片段 就是大陆的某名行政 贪污了百多亿 那时候 博起来都说贪污了4千万 哪一个信到4千万 4千亿的信你 就是共产党 就是共产党当然不说太多了 就是说贪污了4千亿 说人民是哗疑的 说你们每个人都大贪 今天算了4千万 就是4千万 我觉得没人相信 他说博起来今天官阶 贪污了4千万 至少都4千亿 好了 我们不要说博起来 今天谈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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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 如果他捉捉另一批贪官 为什么他会落马呢 就因为他贪贪了利益 利益被他贪贪了 你捉了他的时候 你是不是将他的利益 就拿在自己手上 这个亦是产党 所以大陆说 拿6万亿出来救市 大家一定要打个discount 因为一部分 或者我当你一半 其实一半都算仁慈 你看这些救资捐款 十分一都不到庄文道 但我相信这些救市会去到的 今天贪贪一半 今天有3万亿便会去市场 今天是否这6万亿不再托 就未必了 可能再继续托市 所以我觉得市场 没有理由两个星期 这么快便玩完 所以我的看法 今天的大跌市 都是大涨小汇 究竟明天是升还是跌呢 理论上应该是跌的 因为跌市仍有一个大成交 但现在这个老千股 其实香港大家都是老千股 在老千股上 你们是不可以用这些技术分析的 所有技术分析是廢了的 究竟现在要抱着什么心态 玩这个港股呢 一定要抱着玩老千股的心态 即是怎样 喂,刮一下刮一下就走 除非你肯定知道一些内幕消息 知道它涉到什么时候 如果一些散户不知道 真的刮一下 刮一下就走 有什么水饰不对 也都即走 即是赚赚便可能赚四格 如果他回两家就要立即走 所以大家一定要不要太大贪 这次是对的,而且你看到今天的港股跌法,有点托不到 究竟你什么原因托不到港股呢?是外资走,还是你的钱还未来到香港呢? 这个一定是有个原因的,在外面的我们就不知道它里面发生什么事了 因为现在你的上证都在三万四千几点,其实三万四千几点应该还未升完 我都说升到上五千几点,那大家就要小心了,是吧? 为什么我经常说要小心呢?根本是这些垃圾的股票,是谁比较值得,就是市值不值的 其实升到上五千几点,我认为不要管,里面的三户都会走 所以我可以作一个结论,今次港股还未玩完 今次也是一个大将小回而已,不过究竟还有多少日子玩呢? 我觉得是一个月左右,即是美国大选前 七师傅很乐观,去到明年的三四月才倒下吧? 看看,到时又怎样了,因为三四月才倒下吧? 我觉得大陆没有那么多钱在那里 你有钱在那里也是,但我觉得你没有钱在那里 好了,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今天多谢大家收听和收睇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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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